二度催促的時間很重要 二度催促的時間代表你那本書已經浴室超過一個禮拜 所以最好是拿到的當天就好 因為你不知浴室 如果二度催促的時候還沒有還的話應該怎麼辦 如果二度催促這個小朋友已經沒有同學知道 他還沒有還的話 他如果超過了一個禮拜 他的夜宿症就會被徒全一個月 所以他如果再超過兩個禮拜 他的建宿症就會被停權兩個月 如果他再超過三個禮拜 他的建宿症就會被停權三個月 他幾乎這個學期就能結束 所以要在收到那張控制單的時候 就盡快的完成 才不會影響到他建宿症結束的時間 謝謝師傅 五二七